一起好了 夏主委 然後 林董事長 還有 陳次長 內政部陳次長 還有外交部的侯次長 法務部的林次長 我想就都一起好了 那個 委員長 各位 部長次長還有主委大家好 我想我剛剛 先把剛剛在樓下講到的 跟大家說一下就是 先 撇開這個個案的問題 在幾份報告我們都有看到 其實這個我們 政府對於所謂的這個 兩岸共打協議之後 雙方在第三地合作打擊 犯罪協同行動 成果斐然 那昨天 羅英雪部長也說了大概有 一起破獲了八千七百多人 但是同時我想告訴各位的是 中國公安部長年來 進行的這種境外棄補的工作 在今年 已經受到美國、澳洲、日本 跟九個歐洲國家 共同的聲明譴責 說他都是 他很多的程度是透過 境外綁架、強行 天魯人、非法偵訊、釣魚陷害等等 非國際慣例 這是對國際秩序的挑戰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你們認為政績的事情 在全世界是 受到很大的質疑 最好 那剛剛我要跟大家講 剛剛羅英雪他也有說 他其實不否認 他雖然不瞭解 但是他無法否認說 我們講出來的政績 事實上是違反台灣 長年來終於建立的 一個民主法治社會 我們認同的價值 我想我們走到今天 已經沒有行求 已經沒有這個 非法徵訊、釣魚陷害等等的這種方式 結果我們到境外 是去 依靠一個這樣 被人家認為國際流氓的人 而不好好的腳踏實地 這個我覺得是有一點點 讓人感覺很遺憾 那我在這邊我想 還是回歸 我想整個大的方向來講 我們未來要怎麼解決 台灣跟中國 在國際社會上 遇到司法爭議 那避免肯亞事件重演 我想問一下這幾天 各位 這個高層 這個主管 部長 有沒有跨部會討論過 因為這個比較複雜 我相信是一個跨部會的事情 這兩天我們大部分時間 幾個部會的人 都在立法院裡面開會 其實還沒有這個機會 不過我們同仁之間 的確也做過類似的這個討論 譬如說我也跟同仁講 如果我們去大陸的話 針對這樣的案件 我們應該跟他要做 好 那沒有關係 我想你們 這個我今天其實這段期間 因為我想大家這幾天 應該面對很多的質詢 應該也都回答得很辛苦 所以我想難得有這個幾位 都在這邊的機會 可不可以討論一下 具體改善的方式 這個避免肯亞事件重演 這個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未來應該怎麼辦 我想也許一個一個來 從陸委會的立場 我們是希望說他能夠 回歸到這個民國一百年 這個我在菲律賓那個案子 發生之後 我們大家共同事前事中事後 協同合作打擊 跟當地國合作打擊犯罪 然後抓到了以後各自帶回 另外就是他們對於他們的抱怨 說我們這邊的刑度的問題 我覺得法務部也可以考慮 或者立法院考慮 去增加這一類犯罪的刑度 主委我想你這些話 尤其是回到2011年這個 這個其實五年前就講過 那證明其實也沒有效 所以我要的是 不要急著回答我 真的是沒有關係 我是因為現在的政府 都是認為 是最會處理兩岸關係的專家 認為自己是這方面的專家 所以我是真正的要請益 真正的希望你們可以講一個 不是重複前幾次已經 一直回答證明無效的方法 可不可以給我一個具體的方向 你們討論一下沒有關係啦 真的 就給你們一分鐘討論好不好 真的你們討論一下 因為你們這幾天也沒有機會 跨部會討論嘛 大家都在這邊了 我想各單位 當然你只有一分鐘時間 各單位都講說 要以入委會的政策指導為主 我想在目前來講 我們當然希望兩岸能夠繼續 合作打擊犯罪 那對於 你剛剛講說 這個菲律賓那個 那種方式也許是無效 可是你也不能否認 至少有效了五年的時間 也的確是合作打擊了很多的犯罪 所以可見 那個無效的意思是 還是發生這樣的事 對 所以未來還是有可能發生 所以我講的意思是說 你不要 真的不要為了回答 而回答 那個現場我想幾位事務官也在 可不可以來幫忙一下你的首長 就是你有什麼比較好的idea 因為你講這個是 證明2011年 你那個時候也是這樣做 後來五年後又發生 你現在講的這樣的方式 有可能五年後再發生 我要的是新的方法 有效的 具體的 你不要重複之前 講過或報告上 一個方法 現在當然我們當然說是根據默契 那現在也許我們要考慮到 是不是要把它變成書面的 變成簽署的協議 所以那如果你改變這個協議 事實上他們現在已經 這一次就違反協議啊 他們有在第一時間 就通報我們人身自由 受到限制 那我們要我們奪命連環call 所以他 你跟他簽了協議 他不管 我們現在大家在這邊趕著急 所以你現在在跟他改變這個協議 當然有可能有效 但他如果 還是像這次一樣 不管這個協議 那怎麼辦 你不能再跟一個人簽協議之前 先假設他會違反這個協議 因為他有前科了 他已經簽協議的原則都是說 他會執行 一直到他違反為止 就像在這個100年的時候也是如此 而且另外一個建議了 當然就是修改 因為他們現在很多的抱怨 也是國內也很多人的抱怨 是我們的行度太低了 那對於在第三地發生這種詐騙行為 我們有的時候 沒有 我想我現在不是針對詐騙在問 我現在是針對在國際上 在發生跟中國的司法爭議的時候 怎麼樣避免肯亞事件重演 我們國內要怎麼改進 是我們國內的部分 我現在要問的是 除了你現在改徵 改協議他也證明他可以 不管協議 不依照協議以後 然後讓我們在這邊 用奪命連環Call的方式 他也不接電話 我在真的 我想因為你們是兩岸的專家 有沒有事務官可以上來幫忙一下你的首長 不要讓他重複講 過去幾年來一樣的話 在這個國際上 當管轄權有進和的時候 大家都需要好好的談 過去我們在國際上處理過很多類似的案子 所以我覺得 如果這樣發生 我們一定要跟對方要坐下來談 我知道啦 因為我們也談 現在也談了嘛 2011年也談嘛 我現在的意思是要避免 要減少 所以我的意思是 你現在講的都是已經做過 但是結果又發生了這一件事 所以 因為等一下 你現在不要急著要反駁我 因為我並不是要 你們急著回答我 我是要你們真的講出一個建設性具體的方法 你們現在一直急著拿五年前回答 過東西重新回答 事務官有沒有要上來的 真的 就是 因為 目前的政府 認為自己是兩岸的專家 有沒有覺得可以幫忙你們的部長 委員 這個稍微 你不要不給事務官機會 我給他們機會 所以有沒有 可不可以 我看到有人好像想上來啊 還是 真正的專家要打電話也可以 我現在還有 你現在打個電話 拜託主席再隔幾分鐘 你打個電話問兩岸的專家吧 因為你們會認識比較多 報委員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種質詢方式 其實並不一定是最好的 如果可以的話 也許你可以約一個時間 我們到你這邊去給你報告 老實說你們已經研究了五年 你們已經研究了五年 那我們也已經要再多給你幾分鐘 那也難得有跨部會的機會給你 今天討論 我今天為什麼會要這樣子問 是因為 我不希望聽到重複 因為你的報告一直重複 你們從裡面的資料 我真的不想要把2011年你們寫過的東西 上面新聞的東西 重新印出來給你看 跟現在的相似度有多高 所以我才會問你 有沒有不是重複2011年的方法 如果你現在問我的話 我可以跟委員講 我們的方法就是 希望能夠 大家要遵守當時的協定 繼續下去 這違反一次沒有錯 可是我們會希望 譬如說 用改成書面的方式 更有拘束力的方式 所以我老實說齁 其實就是沒有辦法 因為 你看他就是這一次也不管你的協議 所以你可以再跟他簽更多的協議 然後他還是可以不管 所以我要問的就是這樣子要怎麼辦 那 呃 滿可惜的 你們剛剛花了一點時間討論 也沒有討論出 不是重複之前講 所以我在這邊 最後我只希望做一個結尾 因為 接著也是就要 這個政權交替了 現在的政府 宣稱自己是這個兩岸事務的專家 那外交方面也有建樹 那從討論了五年八年 現在還是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我想新政府應該也開始在思考安排 兩岸跟外交的人士 那 我看 是不是要留任現在的部分的人 應該要再三思啦 因為也給大家五年八年表現機會 我想未來政府是一個很會溝通的政府 那 這一塊我希望 要找到真的有新的辦法的人 那這一批人 是不是適合再用 我想剛剛的表現 大家應該也有目共睹 謝謝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請這個林俊憲委員 謝謝主席 本期邀請 我們外交部的次長 我們法務部的次長